这位勇敢的士兵已经死亡7个小时又15分钟 然而科学家威廉面临了一个令人扼腕的挑战 他必须在短短10分钟内将他救活 威廉的助手匆忙将一台意识提取器安装在士兵的头上 然后用一根巨大的晴天柱穿透士兵的眼睛 连接了他的视神经 士兵的记忆就像一股数据流 以蓝光的速度传输到一个高科技的硬盘中 当轮到威廉上场时 他以无比熟练的技巧将士兵的记忆嵌入到一个仿生人的大脑中 而这位士兵也神奇地重生了 然而威廉必须进行一系列简单的测试 来验证记忆是否成功植入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 人脑与机械身体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冲突 引发了一连串疯狂的排斥反应 仿生人突然之间愤怒爆发 毫不留情地撕裂了自己的铁制脸 场面一度失控 威廉别无选择 只好立刻切断了电源 这次实验再次以惊险的失败告终 而这个项目已经耗费了数亿资金 生物技术公司的老板无法忍受这样的挫折 被迫下令彻底终止了这一疯狂的实验 威廉沮丧地看着手表 他想起今天原本是与家人一同度过愉快的郊游日 然而命运却在这时出气不易地介入 打破了他的幸福 路上的快乐时光暂时让他忘却了一整天的工作烦恼 但突然一辆庞大的卡车出现在他们面前 威廉紧急转动方向盘 拯救了妻子和三个孩子的生命 幸运的是他们都平安无事 然而就在妻子转身检查孩子们时 一根巨大的树枝突然砸破了打风玻璃 穿透了他的身体 汽车失去平衡 跌入了附近的湖中 威廉最终苏醒过来 但现在只剩下他自己 四具尸体躺在地上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一切可能会导致崩溃 但高智商的科学家威廉 在巨大的压力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打电话给搭档爱德 时间紧迫 没有时间解释原因和后果 爱德看到了手中的意识提取物和地上的四具尸体 多年的默契也让他立刻明白了威廉的想法 但是简单的提取记忆 只能让威廉家人的记忆植入仿生人 根据爱德的经验 他之前做过动物克隆技术的研究 威廉想克隆他死去的妻子和孩子 然而爱德立即阻止了这个荒谬的想法 即使威廉的家人成功克隆 他们的大脑也会停留在婴儿期 除非结合记忆植入技术 但没有成功的先例 爱德劝威廉不要继续犯错 而爱德也得知了威廉的决心 最终选择帮助他唯一的朋友 但现在只有三个培养仓 这意味着威廉必须抛弃一个人 没有时间再拖延了 在匆忙中威廉抽签选择了他的小女儿 在短暂的悲伤之后 两人立即进入了克隆实验室 在17天内 他们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 一旦合成物数值错误 克隆体就会发生变异 为了不让重生后的家人记得小女儿 威廉干脆删除了他们关于小女儿的所有记忆 在此期间威廉干脆住在地下实验室 爱德继续工作来掩护 前期进展顺利 克隆体逐渐显现人形 但四大活人凭空消失了十几天 周围的人肯定会发现异常 果然这一天 威廉儿子的班主任来到门口 威廉不得不谎称儿子生病住进了医院 暂时蒙混过关 当他打开家人的手机和社交软件时 他震惊了 直接被矩阵轰炸了 威廉不得不用家人的语气 一一回复数百条未读信息和未接电话 最终暂时欺骗了所有人 离克隆体成型还有一天的时间 记忆植入模拟测试一直处于失败阶段 这让威廉又到了决断的时刻 如果克隆体今天不从培育舱释放出来 他们会根据催化剂设定的生长速度生长 很快就会衰老死亡 经过反复考虑 威廉只能决定先把家人放出来 然后再考虑植入的问题 克隆体慢慢露出人形 在爱德拿下舱门后 他终于看到了这个克隆人 实际上现在他只是出生了 因而时期的智力和记忆就像一张白纸 威廉不得不先给克隆人注射镇静剂 爱德不敢相信他们真的成功了 没想到心心念念的克隆人技术变成了现实 威廉成功地复活了他的家人们 但最困难的问题还是来了 该如何将他们的记忆植入克隆体的大脑中 看着之前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实验测试 威廉此时很害怕 他不希望自己的家人变成大兵那样 内心逐渐动摇起来 这时他被一个电话给打断了 原来是公司的老板催促威廉赶快去上班 正是这种无意的举动 让威廉在握住妻子手的那一刻 看到了意识探测器的波动 而当他拿走手势波动又消失了 威廉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 他赶紧打电话叫了爱德 迫不及待地说出了他的猜想 原来之前的实验一直失败 不是因为技术问题 而是因为人脑移植到仿生脑后 并不知道身体的变化 而是保持先前的运作模式 因此当仿生人醒来时 仍然想连接人体和器官 但仿生人的整个身体是由钛合金组成的 自然是什么东西都感觉不到 所以才会有排斥反应 现在威廉的家人是克隆人 他们的身体是真正的血肉之躯 这就合理了 爱德也同意了这一观点 威廉立即进行了诺奖级别的科学技术 技艺植入操作 威廉按下确认键后 发生了他梦中的情节 妻子醒来后说出了丈夫的名字 说明技艺一直成功了 第二天一家人像往常一样 坐在一起吃早餐 车祸似乎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然而当他的妻子外出跑步时 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 认为可能吃了什么坏东西 并没有过多在乎 但到了晚上 大女儿突然从噩梦中醒来 梦到了全家人都死了 而且感觉那么真实 威廉健壮 趁大女儿睡着后 用意识提取器再次删除干净那天车祸的记忆 但这一切都被妻子发现了 威廉也知道他无法再隐瞒妻子 当妻子知道自己是克隆人后 他无比震惊 可不得不选择接受 毕竟身体是其次的 体内的灵魂还是原本的 第二天一家人去公园选圣诞树 妻子不小心看到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 似乎还想起来一些破碎的记忆 回家后大女儿说衣柜上有个奇怪的名字 叫左一的人是谁 在威廉开口之前 妻子说为什么走廊里的照片少了很多 更奇怪的是没有全家福 威廉想继续撒谎 但妻子一眼就看穿了 这时门铃响了 左一的是暂时被打断了 没想到来人竟然是威廉的老板 来到屋外后 老板直接摊牌了 原来他一早就知道所有的克隆实验 但没有出面制止 因为这项技术的赚钱能力实在太诱人了 但是一旦警方发现克隆人的事情 公司就会被销户 于是老板让威廉交出克隆的核心算法 答应给他一晚上和家人告别 第二天公司再来回收这三个克隆实验体 否则停在门外的杀手会立刻冲进来 无奈之下威廉不得不交出核心算法 就在老板以为要成功的时候 威廉突然发起偷袭 打晕了老板 房子里的妻子也坐不住了 威廉不得不解释真相 妻子只好与丈夫共进退 然而无论威廉带着家人逃到哪里 公司里都会有人追上来 妻子认为他的腹部会经常疼痛 并猜测他们三人都被植入了追踪器 幸运的是妻子有医学工作经验 他让威廉回到工作的诊所 并计划使用起搏器脉冲毁掉跟踪器 然而公司派来的杀手已经到楼下了 母亲让孩子们躺在手术台上 他打开起搏器 调整到最大功率 随着脉冲冲击到全身 这时外面追来的杀手 看到屏幕上的信号一个个消失 直到妻子躺上手术台 看到杀手越来越近 丈夫果断按下开关 最后一个信号也消失了 当杀手们来到手术室时 他们已经开车顺利逃脱了 很快威廉来到码头 他记得爱德曾经说过 邮轮的钥匙藏在诱饵盒里 但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 与此同时 阴魂不散的杀手 在没有追踪器的情况下 又追了上来 威廉听到声音后 家人就已经被带走了 来到了科技公司 看着老板把邮轮钥匙扔给了爱德 就能看出爱德一早就把威廉卖了 当威廉追上来后 爱德还是想解释一下 自己的身不由己 没想到旁边的老板 竟然直接开枪打死了他 威廉只能承诺 交出记忆植入的算法程序 以保护家人 经过复杂的操作 隔壁房间的仿生人 不知怎么的就慢慢抬起头 输入完之后 老板如愿拿到了算法程序 但下一秒他就出而反而 并不打算放他们一家人离开 这是一个仿生人推开大门 杀手们集体开枪 在太和金面前 这种伤害简直是脑痒痒 没过一会儿 仿生人就解决了所有人 威廉带着家人趁机跑到车内 但在离开之前 威廉看着他的妻子 妻子立刻明白了 原来威廉刚才并没有编辑 植入记忆的算法程序 而是将他的记忆植入了仿生人 这是他一生的努力 在离开之前 他想知道当人类的记忆和意识 转移到机器人身上时是什么感觉 这时躺在地上生一口气的老板说 即使他死了 公司肯定会派别人去 这只会越来越糟 威廉也给了冰死的老板无法拒绝的条件 几个月后在迪拜世界中心的一栋办公楼里 公司老板再次荣光焕发 迎接了他重生后的第一位大客户 而即将操作的正是威廉的仿生机器人 与此同时在一片美丽的沙滩上 威廉正牵着小女儿左翼慢慢向妻子走来 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不光如此 从此以后威廉拥有了二重生 外有机器人给自己赚钱 内能一直陪伴家人 堪称人生赢家 唯一的担忧就是不被世界公认的 克隆技术的道德困境 那么观众朋友们 如果是你愿意克隆出自己所爱的人 欢迎在评论区给出你的答案